新光金10月9号将召开股东临时会 不仅大手笔用超商卡200元作为纪念品 要吸引小股民交出手上通知单 同一天也开股灵会的台心金则送保冷袋 中信金股东纪念品则送出不锈钢多功能碗 三大金控委托书征求大战 从台面下站到台面上 中国信托金控书件上面整备的计划 不是这么足够 金管会宣布中信金出局等同于抢亲失败 不过中信金不放弃 不仅10月11号股灵会召开 还发出声明重提公开收购计划 最快本中午送董事会核定 消息一出中信金股价逆势翻涨 一度涨1.55元涨幅4.74% 但台心金股价跌跌幅3.71% 新光金也大跌开盘10分钟就报20万 万张大量股价一度跌1.05元 跌幅超过7% 这下大股东看不下去 跳出来声援说支持新心病 呼吁股东支持 还指控股东林伯瀚用抹黑方式 阻撓合并 新光金股东闹内讧引发注目 要先看所有的临时会议的法定程序 是不是全部符合这是第一要件 那第二个是如果说双方全部都合议 通过这个案件的话 那因为我们金控公司是一个特许的行业 所以最后还是要金管会做最后的决定 中信金抢亲失败是否代表新心病已成定局 现在中信金拼二度送件也让并购案 载天变数 明日新闻 齐瀚林专博华台北报导